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四星光的吳帆 又到了我們金礦神資源的單元 今天要介紹的礦石 是之前有朋友在留言區留言說 想要了解散買魔石的一些生性靈功效 所以這支影片我會針對散買魔石的一些功效 還有就是我收集到一些資訊 來分享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在介紹生性靈功效之前呢 我先稍微介紹一下薩滿魔石的一些背景 首先呢薩滿魔石它主要的產地 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州或猶他州 那在這個礦石還沒成為一個商品之前呢 其實它是蠻常在他們當地就是隨處可見的 那甚至是當地的薩滿都會撿石上的礦石 來做一些施法或者說自然連結 不過在市面上呢就是有人開始註冊 一個叫百極神石的時候 這個薩滿魔石也開始被人們所注意到 它的一些很強大的神性靈功效 那有些人可能會問說百極神石 又被稱為 百極神石又被稱為坎薩斯神石 那它跟薩滿魔石是不是一樣呢 這個呢基本上 有蠻多書師認為它們是一樣的石頭 因為成分上是一致的 那就我個人的認知 這兩者應該是屬於不一樣的形式 首先呢薩滿魔石它的弓 因為它們是用一弓一母再配嘛 不管是百極神石或坎薩斯神 或者是薩滿魔石 那它們的弓的 代表弓的那個石頭呢 百極神石它比較是一種 有帶有那種突出那種 那種立體的那種形狀 它比較是金屬的礦物 那薩滿魔石呢 它本身呢是比較屬於圓扁型的 有點像飛碟狀的 它有點算是殺野那種礦物 所以我個人是把它們當成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它們成分上是雷同 其實都是油化鐵 不過這是看個人的一些 論述的一個立足點啊 那就是我覺得不妨礙我們去與它們互動 另外呢薩滿魔石它本身呢 又被稱為是說像是摩奇球啊 或者是摩奇瑪瑙啊 雖然它叫摩奇瑪瑙 但是它跟瑪瑙其實是沒有關聯性 薩滿魔石呢它的硬度是在6.0到6.5之間 那因為它本身又是硬化鐵的關係 所以在進化上呢 會比較不建議用水洗的方式 如果你要進化薩滿魔石的話 會建議就是用比如說聲音啊 或者是驚動甚至煙燻的方式來做進化 如果以精細來做區分的話 它是屬於等軸精細的 也就是它的比較生性的特質是跟 穩固還有清除有關係 另外呢如果各位 如果在市面上有看到薩滿魔石的話 我建議各位是可以先入手一對 就是一公一母這樣一對 那因為其實現在 在當地好像已經禁止開採了 所以市面上流通會越來越少 因此呢如果你有看到 覺得價格算合理的 那你覺得你手頭也算寬裕的時候 建議先入手一組 那這會可以幫助你在未來 就是如果需要他們來跟你互動的時候 或者你就可以比較能夠順利的 就不需要再去市面上找那種 價格越來越飆漲的那個薩滿魔石 那關於它的聲音心靈功效呢 我個人比較focus的是三點 第一個我們最常提到的就是 所謂的陰陽性平衡 那講這個詞呢其實聽起來就很含糊很不具體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就是說 有沒有一段時間是 你會非常投注在外在 而不是內在的心靈 就是你常常在外面奔波啊 然後都忽略自己內心的一個狀況 還有就是說有沒有那麼一段時間 你是比較注重 跟感情有關的事情 反而不是那麼在乎物質的事情 就是愛情跟麵包你選擇了愛情 那這種情況下其實會產生一種 失衡的狀況 就是可能旁人會覺得說 你這樣好像生活上已經有點不太平衡了 那這個呢薩滿魔石它第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幫助你做一個陰陽性的平衡 也就是說不管是在內與外 或者是說一個顯意識或淺意識 或是感性跟理性之間呢 幫你達到一個平衡 那如果你要平衡的話 其實一種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在每天早上出門前啊 或睡醒的時候 手上就拿著一公一母 來做一個調整 那有些人會想說 那到底是要左手拿工的 還是右手拿工的呢 其實看個人 因為有時候 你右手拿工的 其實它像是有點像是 把那個陰陽性調整到一個平衡 那如果是反過來拿呢 它比較像是幫你補充它的能量 就是明明需要 比如說某一手是需要陰的能量的時候 你拿到陽的那個石頭 它是幫你去做一個 調整和互補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是依照你當下的感受 你可以自己去想說要怎麼拿 當然有些人可能就有一些禁忌 就是說我就是一定要拿一手拿哪一個 那就是看個人的習性 那再來呢 它有第二個功效是能夠幫助我們去 弱實我們的想法 其實它本身就是屬於一種黑色系的 棕色黑色系的礦物 所以呢如果你覺得自己 想要讓自己的想法能夠比較務實 然後弱實的去實踐的話 那其實可以在行動之前啊 你就是拿上的模式去想想你的計畫 它可以幫助你去調整你的想法 讓你能夠比較務實的 然後更快速的 以一個比較現實的方式 來達到你的夢想 但是有些人會認為說 有些夢想可能就是比較飄渺不定啊 那你透過這個石頭 這個夥伴 它就可以幫助你比較用一種比較 理性的方式去面對 然後去實踐 那再來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去改善 比較紛亂的一個想法 比較漂浮的一個想法 就是沒辦法活在當下 然後沒辦法聚焦的一個情況 有些人會想說 可能自己比較屬於一種 常常會胡思亂想啊 然後生活上就是常會晃神啊 比較難聚焦啊 甚至說 你可能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常常會想中想西的 很容易分神 這時候其實建議在辦公室放一組 薩滿魔石 你如果分神的話 其實可以拿個薩滿魔石 在手上稍微握一下 讓自己稍微平心靜親一下 它可以幫助你能夠聚焦在當下 然後不會讓你那麼容易分神 那這些呢 是關於薩滿魔石的一些 比較常聽到的 重要的一個身心靈功效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當然它還有一些比較少見 或者說比較不常聽到人家提起的功效 像有人是認為說 它可以幫助我們面對比較深層的恐懼 尤其是跟死亡有關的恐懼 那還有就是說 有些人認為黑色系列礦石 它就是屬於比較能夠 幫助我們防止負能量去侵害 這樣的效果 那麼呢 關於薩滿魔石的一些 身心靈功效 主要有身心靈功效 還有我所知道的一些 比較一般的基本資訊 還有關於 砍薩斯神石跟薩滿魔石的一些 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這邊是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大家對於薩滿魔石 還有一些其他的疑問的話 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會再播控回覆給各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各位